两名工人一人一只扫把 清洁善后工程看起来超认真 但镜头拉远一看 居然是站在二楼的屋顶上 而灰尘直接往下扫 附近民众傻眼 直接掉到经车上了 正在屋顶扫地扫把狂灰 灰尘像下雪一样往下飘 机车一层灰 让车主嘲傻眼 民众把画面po网 网友气炸 工人要下来帮忙洗车吗 店家施工也没贴公告 要给人家洗车费吧 施工水准又开眼界了 环保局加劳工局双重开罚 车子都长得我当时不高兴 将心比心 会很不爽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把车停在那边 就是凭什么你把我车用到 而且你又没有帮我清掉 灰尘直接落地 环保局可开罚最高六千元 另外两名工人就安全帽 但没有绑住安全绳 劳工局规定 高度两公尺以上的高处作业 需要使用安全带和安全帽 两个工人违反规定 最高可开罚三十万 工程施工将屋檐粉尘扫落 自污染路面 采除一千二到六千元罚缓 高处施工虽然辛苦 但直接把灰尘扫到 人家的机车上 变成另一种环境污染 便宜形式下场 恐怕真的遭相关单位双重开罚 解采双集高雄报道